肩负台湾双轨外交任务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任选 延宕半年终于尘埃落定 立法院长兼民主基金会董事长韩国瑜 在过去鼠疫政大教授卢叶忠出任执行长 但是传出了民进党不满卢叶忠支持九二共识 因此迟迟不肯点头 直到昨天外交部长林嘉龙释出善意 提出中山大学教授六达奇 为双方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才化解了僵局达成共识 在今天韩国瑜罕见受访 还跟林嘉龙同框 不过韩国瑜事后也在脸书上发文 替卢叶忠抱不停 韩国瑜和林嘉龙开心握手难得同框 因为延宕半年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任势案 终于有结果 除了赵冠利由立法院长 外交部长出任政府董事长 执行长由廖达奇珍除 副执行长方面蓝绿各推人选 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卡司能够插亮台湾民主的招牌 都是一时之选互补分工 是一个能够这个由跨党派 那朝野一起来参与 但其实韩国瑜原先属意 政大教授卢叶忠出任执行长 不过人事案却频频被卡关 卢叶忠学经历丰富 却传出由于他接受九二共事 和赖政府外交路线有出入 让民进党无法接受 韩国瑜在联书透露 执行长任选一直是朝野针锋相对的战场 过去半年 执政党希望找到属意任选 在他眼下很难有人比卢教授更出类拔萃 直到董事会前一天 林嘉龙向他提出廖达奇 事情才有变化契机 避免歹戏脱棚 感谢卢叶忠愿意趋居 副执行长一职 都是有一些磋商啦 我觉得这里是我们政坛上非常好的示范 卡韩的这种说法 今天不攻自破 务必要能够贴近总统国家元首 领导台湾的外交路线 台湾民主基金会 是我国双轨外交重要一环 如今蓝绿各退一步 敲定执行长人士 达成朝野和解 也为台湾外交共同努力 记住黄浩一切台报道